男人划开了自己的胸膛 掏出了人工心脏 在未来世界 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 人们只能通过改造身体 靠着电池维持生命 室外的空气已经被污染 不能直接吸入 富人靠着高级过滤面罩 活得怡然自得 而穷人只能用普通口罩 勉强阻挡有毒的气体 可即便是这样 男人的身体状况 还是一天比一天差 下班之后 男人从最底层的邮箱取出信件 可刚到家门口 门口的计时器就提醒他 三天后需要续交房租了 男人走进屋里拿出了 盒子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精致的八音盒 女儿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这是为他准备的惊喜 接着 男人打开了三封信件 第一封信是房租的催款单 他只看了一眼 便嫌弃地揉成了一团 第二封信是保险失效的消息 原来他更换电池的申请 被医疗公司驳回了 男人看了一眼 赶紧给公司打去电话 假如不能及时换新电池 他就会三天之后失去生命 电话经过无数次转接 通话终于连接上了 可惜人工服务全部占线 他还要在排队等待一年 恼怒地挂断电话之后 男人打开了第三封信 原来这是前妻的信 被记错了地址 上面写着他的电池申请通过 男人给前妻打电话留言 随后就将这封信转寄了过去 第二天 男人在公司留下来加班 等人都走光后 他用公司里的材料 自制了一块电池 回到家里 男人掏出自己的心脏 谨慎小心地换上了电池 自制电池成功识别了出来 可还需要专门的六位激活码 否则心脏在十分钟后就会关机 男人绝望地坐在椅子上 准备迎接死亡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前妻的那封通知书 上面就有一串激活码 于是他马上给女儿打去电话 也要给他惊喜为友 哄骗女儿读出了六位数字 但是在输入的时候 男人却犹豫了 如果使用了这个激活码 那么意味着前妻将无法续命 但如果不用 他的生命就会立刻消亡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他会不会输入呢 女人是未来世界 人气最高的女主播 今天直播间里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8亿之多 她随便发个动态 就1.3亿人点击喜欢 给粉丝一一回复消息后 女主播放松了一下身体 打算去下一个场景 随着直播台落下消失 一张小床从地板拔地而起 头上的高清摄像头对准床头 又开始了直播 因为就连睡觉 也有一共两亿的用户 专门关注这个房间 围观女主播的睡颜 第二天天刚亮 人工智能唤醒了女主播 她随手发出现在的状态 就有2.1亿人点了喜欢 接着她又拍摄了一张面部照片 系统自动P图发布 换来了2.8亿用户的喜欢 女主播起床之后 卧室又变成了浴室 接着她开始洗澡 又有3.8亿个关注者 进入了直播间 女主播顺势拿起沐浴录 咔嚓了一张自拍 这个同款沐浴录立即脱销 5000万份同款就此爆单 系统发来销售王成就达成 女主播很是满意 可状态刚发出去 就1.3亿人离开了直播间 系统发出提示 她这条状态 违反了主播经营手册里的规定 为了稳住粉丝 女主播连忙发了一张全身自拍 好在又有2.8亿用户进入直播间 系统的警告 并没有影响直播的正常运行 这时系统提醒她收到了新邮件 女主播以为是粉丝的信 就直接扔到了桌子上 回复完私信之后 女主播有了10分钟自行休息时间 她启动VR沙滩放松心情 可那封匿名信 却趁机黑进系统 破坏了虚拟实景 女主播打开那封信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女主播疑惑不解地走到墙边 结果一不小心靠到暗门 整个人摔了出去 她回头一看 只见远处的钢架上 悬挂着无数个一样的直播间 这时系统提醒她 休息时间结束 可女人哪还有兴致继续直播 系统检测到异常 立即收回了摄像头 无数的订阅者和铁粉粉丝 也瞬间离开了直播间 女主播本想用自己的必杀机 拍照挽回之前的粉丝 可两个标形大汉 却直接把她扛了出去 经过检测 公司认为她状态不好 而且外观老土 不够时髦 工作人员立刻宣布女主播退休 女人再也没有主播光环加深 而另外一个主播在公司 相同的操作下 打造成了新的人气主播 女人正在进行一项特殊治疗 她握紧男人的手 随着蓝色药剂注入身体 她露出了满足而诡异的笑容 这是一种能让她长生不老的手术 唯一的代价就是不能生育 在未来世界 人类破译了永生的密码 然而伴随永生而来的问题 就是人口控制 没有人死去 任何生育行为 都会导致人类的数量增加 地球资源将日益枯竭 为此政府成立了一支 特殊的突击小队 专门处理违法生育的人 男人就是其中一员 这天她接到群众举报 走进昏暗的房间 眼前除了肮脏的水槽 还有腐败的冰箱 以及母亲的苦苦哀求 而她的两个孩子 便是这个房间 唯一不被允许的存在 男孩天真的望向男人 还想把自己的恐龙玩具分享给她 对不起孩子 飞船穿过云霄 来到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 舞台上光彩夺目的女人 正是她的女朋友 谈话间 女友半开玩笑般告诉她 如果自己不是永生者 一定要为她生孩子 听到孩子两字 男人恍惚了一下 看向自己血迹未干的双手 仿佛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又一次任务结束后 一个愤怒的父亲 指责她是杀人犯 怒吼着向她拍枪 虽然对方很快被纪彼 但这让男人摇摆不定的内心 又多了一丝犹豫 她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究竟是错事对 房间中 这个女人一脸幸福 完全没注意到背后的男人 她告诉女人不要惊慌 这次她只想聊一聊 她问了一个 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 他已经活了218年 受够了这一切 只有新生命能给 这单一的世界注入光明与希望 男人没有说话 看着玩耍的小女孩 居然笑了 女孩凑过来 想跟她玩游戏 男人没有拒绝 然而女人却突然抢过手枪 还好她反应迅速 将其制服 转眼枪口对准这对母女 但这一次 她犹豫了 男人走出屋子 看到了搭档 四目相对 一语步伐 突然 屋内响起了哭声 她慢慢地挪到院子中 抬头看着这个世界 在即将到下去的最后一刻 看到了最后一缕阳光 以上三个科幻短片 都有关于人性 关乎每个人自身的选择 每个结局也都没有被定义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看法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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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